呛辣风格真实呈现 新闻呛一下 周玉寇呛新闻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周玉寇呛新闻 今天我们在现场 有美女有美女的直播秀 我们有两个直播的转播 让大家来比较一下 一个是我们的自己的电台的直播 是周玉寇呛新闻 这是用我们原来用的一个系统 其实这个系统也是直播的 大家非常常用的专业拍摄 可是今天楚玉带来另外一个系统 是在她自己的脸书上面 是可以比较的 这个系统是怎样的 要看你的脸书呢 好等一下大家可以进入 柯姐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找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搜寻 林楚玉就是我的名字 那有我的粉丝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今天这个直播系统 有加了美集 等一下还会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用漫画改编的日剧跟韩剧 我们也会跟大家推荐 那大家也可以上去投票 我的正面可以投票 在你的脸书上投票 以后我们如果用了这个 也可以投票是吧 对 好我们来非常谢谢 这个提供这个系统的 有三个美女在对面 对对对 林楚玉不太需要美金啊 要清早还是需要 OK好谢谢楚玉 楚玉今天带来了非常非常精彩的 这个她的这个相关的日剧跟韩剧 韩流还有台湾的这个台剧的报道 我们今天好丰富哦 根本不能讲话 第一个为什么要介绍 昨日的美食要给苏贞昌院长拍拍手 对我们如果你有关心 这个同婚议题的话 今天立法院要过一个 非常重要的婚姻平权的法案 那么昨天苏贞昌在他的脸书上面讲了 就是说希望这些民党的委员们 要遵守这些应该说是 过去的理念 党团要同进同出啦 因为今天要通过行政院版的同婚专法 是这个司法院的七四八号的 试线文的草案 由于这个在社会上面 有非常大的争议 特别是民进党的 这个很多的立委压力很大 我看到苏贞昌院长 今天大清早就说 其实他女儿压力很大 因为巧慧的选民里面也有一件 那昨天他们把 把什么 同性婚姻改成结婚登记 对不对 然后呢 党团决定同进同出 那今天呢 当然我们不是谈这个法案 可是我觉得 今天是台湾的历史上面 很重要的一天 因为这是给人尊重 然后让大家自由选择的一天 没错 那其实我想要透过就是 谈剧的方式 太厉害了 其实如果说你们 有在看日本的漫画 其实日本有一个叫BL漫画 就是Boys Love 男男漫画 其实是很红的 那他当然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漫画迷 但是当然 我的取向并不是BL 不过其实像在日本 这么保守的社会上 事实上他们 这个 也很接受了 像这个BL 其实底下这个是 现在日本的东京电视台 正在 还在演吗 正在昂档 今年四月才台上 他是讲两个同志伴侣的生活 叫做昨天的美食 他为什么叫昨天的美食 不叫今天的美食 他其实是一个 已经非常红的漫画 然后现在呢 改编成日剧 是是是 所以这两位日本明星 也是非常有名的 两位日本明星 那他们其实一位是律师 那一位是发型师 是 对那他们两个一起生活 那他的重点 为什么叫昨日的美食 是如果你记得 你昨天吃了什么 表示你昨天吃得非常好 对对对 比如说 寇姐你昨天吃了什么 肯定经验非常丰富 我昨天吃了非常好的水蜜桃 对 所以你就会记得 那这表示说 这两个人一起生活 那当然他讲的主要的是说 这两个人如何一起生活 在一个屋檐下 比如他们体问到说 他们可能不能有小孩 所以他们必须要省吃俭用 所以说其中这一位是律师 对西岛俊秀他演的是律师 那他就是属于 虽然律师的收入不错 对不对 可是他告诉他自己 每天只能花两万块日币 日币哦 两万块日币 日币过一天 包括吃一日三餐 所以他怎么样在 两万块蛮多的好不好 除以三 一个月 对啊 对不起 一个月 我的数学比较不好一点 一个月 所以那等于说 你一天才 对 才七千块 所以一天才两百块台币 好可怜哦 在日本呢 日本东西很贵耶 所以他就只要自己煮嘛 OK好 所以说这部戏里面除了讲两位同性伴侣之间的生活之外 就是怎么样用很简单的方式存下钱 然后做出一道道的美食 所以在这一部戏当中 嗯 他其实也让你看到了他们怎么样的生活 哦就是说同性婚姻伴侣他们的生活 对 那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红的漫画 就是昨日我特别选这一格 叫做昨日的美食啊 讲坛社的月看漫画 是 那你看到就是男主角的选择 是不是很像 寇景你看一下 哦对 还蛮有意思的 两个人 其实这个就是把一些漫画搬上电视荧幕的时候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漫画本身早的就这样 对 所以他要在真人演出的时候就要一样 不然的话你就抽离了 漫画名会失落 会失落 会难过 对 然后呢 然后这个就是其实吧 找演员 漫画改编成影像作品的时候 就是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充分的这个用原型的方式 但是他还可能还要更生动的吸引力 因为人家要从他会从漫画一直比较你 所以昨日的美食这部日剧是常常你介绍的就是漫画变成这个电影 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就想讲的是这个 OK 好 当然我们一开场讲的是这个日本的 因为昨日的美食正在昂党 而且呢 今天刚好又要过这个红之败 我只是想传达是说像日本这么保守的社会 对耶 他们日本 我相信他们的整个社会的压力跟氛围 其实是比他人看吗 哦收视率不错 而且他是在一个就是 因为像现在也有很多网络剧或网剧 但是他是东京电视台 太棒了 苏院长带着你的这个党团的立法委员去看 昨日的美食 对他现在还在昂党 好像昂党第五集还第六集而已 OK 对那我是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 要介绍给大家 那其实 你已经太有新闻笔了 感谢你 今天我们要通过同婚专法这个司法院视线的1748视线文草案 他们是逃避了某些这个压力了 但是终于做到了就是结婚登记嘛 对不对 这就是大法官会议结束 好棒好棒 人家日本还不是在演这个同性的这个连续剧 而且其实这个不只是这个昨日的美食这一出 那只是说因为我今天是我们的主题是改编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从漫画改编成电影 其实台湾的电影的最早这个讲同婚的就是喜宴啊 李安的喜宴 后来他的断背山啊 对 对不对 好这个 今天应该访问李安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漫画 今天我们主题好丰富哦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个 因为今天这个要抽奖抽票 要抽奖 所以我们要赶快先讲一下 要上我们的脸书哦 对对但是上次要扣上新闻 扣上新闻的脸书 才能抽到我们这个电影票 嗯好 呃这个也是改编 所以我想带出来 是今天会上映的叫做我的第一任 那为什么是改编呢 因为导演陈宏怡是非常有名的两性作家H 那他把他的很有名的这个作品时间差 嗯 改成了电影 那么是郭彩杰主演 时间差 对 可是郭彩杰好久没演电影了 我怎么觉得好久没看到他了 什么小时代之后 因为他现在都在中国发展比较多 这是台湾人拍的 可是听说已经在中国上映 而且卖作很好啊 是 第一天就创了两亿台并 他不会也是你同学吧 对 导演H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身边有那么多人跟他同学 很优秀 对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那么现在就是转型当导演 对 那时间差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 可以想象 爱情 因为叫时间差嘛 对 就是 柯姐有没有觉得 在对 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常常 那他就告诉你说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遇到了对的人 但是是错的时间 或是错的方式 错的方法 那有没有机会可以遇到 他就让你能够补偿 其实是无法的 哈哈哈哈 我们不能那个 不能爆雷 就像那个 爆雷会被打 对 就像复仇者联盟一样 好 所以高度推荐我的第一任 你认为这个 陈宏怡 H这位导演 她的 这个电影是 郭采杰还有谁 另外的两个演员 他们是中国的演员 其实我比较不熟悉 哦是 这是台湾出资的吗 对对对 在台湾要上瘾吗 这个星 这个礼拜五 就是今天 所以我们为什么抽票 所以我们什么抽票 我们有三份 就两张 有电子票券 对 你现在赶快上我们的 周一克强新闻的脸书的直播啦 不过到楚音那边去 留个言也可以 请你留言 楚音的脸书留言 对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脸书内建的一个 不一样的转播的直播系统 来表达你的看法嘛 对对 这个因为我看到 好多人已经在推荐了 我的第一任 是 那其他是很多过去 类似的电影的这个剧本呢 在时间差当中 对人生的某种期待跟 嗯就是当你 回到未来 是 就是他其实要 回到过去 嗯应该是说 他时间一直在推进 但是随着你的环境 关系状况不一样的时候 过去那个你觉得对的人 接下来会不会成为你 这个时间点对的人 这倒是真的耶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你年轻的时候碰到的人 你不喜欢啊 或者是 你这个年纪可能会喜欢 又或者是 你要一个比较爱你的人 你要跟他在一起辈子 还是你比较爱的人 在一起辈子 这是一种选择 这好像独穷啊 小说之前 妈妈都会跟你讨论 对 你最好找一个男朋友 是你爱的 嫁一个先生是爱你的 是爱你的 是不这样 对 你有达到目的吗 我应该有好了 好 我的第一任这部电影 现在今天晚上开始上演 对对对 我相信他一定很卖座 因为 时间差这个 这种剧本本身就有 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跟投射空间 对 那这是邱里宽出品的 是 谢谢楚音帮我们带来了 这个三组这个电影票嘛 就一组两张嘛 对对对 好 马上回来 我们还有更精彩的 就是韩国的漫画 是 变成 电影 韩剧 变成韩剧 韩漫变韩剧 对 漫画变剧本 这个是楚音的专长 他在放言上 写了一篇文章 从写实到超现实 结合 韩漫 让韩剧更具吸引力 他的这个 触动力是那个啦 是 韩国瑜说 漫威 他要变成漫威的角色 我们讲的是韩国的戏剧 跟韩国的漫画 不是韩国瑜 他如果当总统很麻烦 台湾的总统 韩国 来 结束 尽管干嘛 上回来 新闻呛一下 周玉寇呛呛新闻 好我们的双周一次 这个林楚音 他带来一下亚洲的 韩国跟日本的文创 当然台湾的 这个也在我们的 这个观察跟介绍当中 刚刚讲的我的第一任 我的第一任 对 他是H陈鸿宜所导演的 你是他 他是你大学同学 你说是东吴 东吴 OK 我们都是康辅社 都是大学有电影系吗 没有我们是康辅社 哦康辅社 对啦 你当然是康辅社长大的 没读书是吧 有 有有有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还要读啊 不然不能毕业啊 这很重要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 韩国漫画 日本漫画呢 又是日剧 又是韩剧啊 我们真的是这个年代 就是看日剧 然后看 对 这种年轻的世代 刚才讲到了哦 你今天要通过同婚法 这个而且是一个专法 对台湾来讲历史 眼镜非常的令人 这个赞叹 肯定 昨日的美食 昨日的美食 这个苏贞昌院长 你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头发弄掉 有点像苏院长 好 这从漫画到连续剧 讲的就是同志 对 律师跟美发师 律师跟美发师 他们的生活 对 现在要讲韩国的漫画 漫画改编成韩剧 是 韩国的漫画改编成韩剧的话 我想在我的这个 我的脸书上面的直播 我现在看到是 大家其实现在最熟悉的 你在投票啊 在脸书上 哪一个韩剧大家最受欢迎 对 这都是漫画改编的 其实我现在最红的是 那我从这个最红的 投票最多最喜欢的 李斯王朝 李斯朝鲜 这个是旧片啊 哦李斯朝鲜 原来他是漫画来的啊 他是漫画 他很好看 叫神的国度 叫神的国度 对 然后都是僵尸 被认为是朝鲜版的 应该是说朝鲜版的 私宿列车 OK好 对 那他讲的就是在朝鲜时代 这时候 因为国王染了重病 然后皇太子要去见国王 见不到 但他知道爸爸生病了 所以他就去追 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所引发的 那因为在Next Left上 播了一季只有六集 反应非常好 第二季已经开拍了 哦是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期待 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票简上 第一名 对因为现在的话 哇 认为李斯朝鲜 最喜欢的 韩曼改编的韩剧当中 第一名 对第一名 哦好 但是也是韩曼啊 对这是韩曼 漫画也可以弄僵尸哦 对 很好 但是我想大家觉得最耳熟能详的 应该都可能看过的就是 寇姐我在节目 我们的节目上 讲了讲了讲了 这个我被你弄的全部的第一个 都看到最后一个 对他衣服很感兴趣 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金秘书为何那样 他其实是漫画改编的嘛 所以漫画跟本人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 就是就像我刚刚在介绍那个 昨天的美食的时候 好可爱哦 就是一样 就是你怎么样让这个漫画的人物搬到台面上 搬到荧幕上要很像才行 要栩栩如是哦 不然人家就会觉得不像 漫画迷才会来看 这样漫画迷还不会失望 没有看过漫画 还是可以看剧吧 对 但是应该是说 你没有看过漫画的人呢 他就会比较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你已经看了 你就会有现任为主的观念 你就一定要觉得像嘛 这好像哦 几乎一模一样 好这个是金秘书为何那样 对 那这个韩剧里面 韩剧里面你投票的第一名 李诗王朝 对 李诗曹仙 然后 李诗曹仙 通常都是爱情剧 大家会比较喜欢看 对 但是事实上 韩国的漫画种类是很欣欣向荣的 哦 像这个卫生 就是其实蛮多的人都知道 嗯 对 嗯 我不知道 他主要讲的是在韩国的社会当中 如果你是类似像是特派员 就是那种你签约合同 合同工 哦 如果你是这样子 你要进去一个企业的系统当中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 嗯 就是转正 哦 其实在日本也是这样 哦 对对 就是派遣工 对 派遣工 那你永远就是付出的很多 嗯 但是你没有获得保障 哦 那你如何往上爬 哦 有没有机会在社会上里 这个也可以写成漫画 就很痛苦 有人认为这个 那个上班族的痛苦的漫画 然后当然他除了讲到的是 呃 所谓合同工这种特派员之外 对 那么还有转正正职的考进来的 在大企业当中如何求生 哦 这一部漫画被认为是韩国 就是职场求生经典 哦 就很像我们当初讲 延禧攻略的时候 哦 是不是他也延伸出来 但延禧攻畢竟是古装 嗯 可是这个是完全传达了 就是韩国上班族的痛苦 好 也是连续剧吗 连续剧 对 好 合同工 对就是这样 好 对 好 那你看这个类型 从爱情到了这个合同工 对不对 然后再到像这个 呃 我们再回到 同样是爱情喜剧 但是大力女子都凤盛 哦 很多人也看过 对 他其实也是漫画改编 嗯 对 然后他一样是富二代 对 富二代跟这个可爱小女生 嗯 但是这个可爱小女生 是有一点神力 这个就有一点漫画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他是大力女子这样 哈哈 哈哈 好好 OK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嗯 但是我们同步有声音也蛮好玩的 好 嗯 稍微关掉了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有两个直播 一个是林祖英的脸书 一个是 有三个 一个是林祖英 一个是周一克教育 一个是周一克的这个脸书 太棒了 最好全世界人都爱直播 对来看我们 哈哈哈哈 好大力女子如若盛 你看虽然是爱情故事 可是因为是漫画 漫画就可以加一点什么神力呀 啊 然后有一些奇幻的部分 是 对 那你看他就从爱情 爱情又加了奇幻 然后比如说古装 古装加了僵尸 嗯 但是呢 也有很写实的 社会的 然后呢 像另外一个 这个复颜洞 哦是 复颜洞的复仇者 对 那像这个呢 他完全你看 他不是帅哥美女 你看他这三位 像这个罗美兰啊 在这个请回答 1988系列当中 是演妈妈 很红很有名 但事实上 他讲的是 一个鱼饭 然后一个附加太太 但是是 财阀的私生女 以及一个大学的 教授的太太 是 他们在婚姻当中 各自在 生活当中 因为社会阶层 或是男女 意识上面的 这种不平等 所以他们 比如说 有的是被先生压迫 是 有的是被家族瞧不起 或者是因为穷 所以儿子在学校里面 被有钱人欺负 嗯 那他们怎么样 三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因为偶遇 然后连接起来 成为一个复仇者联盟 所以他就 其实就有点小 像你写的一样 这个就是 他把那个 人间的 写实的一些 人跟人的互动 把它变成一种 所谓有点超现实的 结合之后 是 他在图像上展现出 也有漫画的味道 然后变成动态 对 也就是说 我会 刚刚介绍 我们以前都认为 日本人最会做漫画 其实现在 韩曼有很多流行的市场 哇 而且他们就是 是够红到可以改编 嗯 对 所以 呃 我必须讲就是 两个产业 嗯 看似不一样 嗯 是彼此在做一个support跟支援 哦 对 他们等于是双赢的嘛 对不对 对 比如说你今天看了剧 你觉得漫画很好看 你会去把漫画找回来 对啊 那 因为这个漫画 这个剧是改编之一个 比较有名或是流行的漫画的时候 你会去把它找 就是你会去 哦 他要改编了 所以我要锁定 我要看 对 因为你自己看漫画的时候 你会想像这个 这个如果是一个 比如我今天 人生的经验的东西 是 你就会想说 他改编了好不好 比如像春日书啊 那这个也要看 对 复原动的复仇者们 还有吗 有 还有啊 最后一个只剩一秒钟了 好 但是我要讲的 哈哈 不是改编你查DJ收啊